不过当然在此同时 欧盟要对中国电动车 进行一些反补贴 算起来不得了 它的税率大概是最高38.1% 现有的进口税是10% 是叠加收取 两个加起来最高48.1 但是这也会打到自己 因为像什么BMW等等 一些德国车法国车 只要在中国有设厂的 通通都会受害 所以说对于这些中国汽车来讲 其实你到欧洲据设厂 对他们来讲可以躲过这个关税 是合则两例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所以这一单应该是可以成吧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你看到大部分人都讲 只要你开过电动车 你就回不去了 因为它的好处太多了 但是在美国刚好相反 美国是怎样 有46%买电动车之后 又改回燃油车 你会觉得电动车很糟吗 还是怎样 其实说穿了也很尴尬 拜登政府又要尴尬了 主要是因为充电的基础不完善 它的拥有成本太高 太贵了 CP值不高 找不到充电桩 对其实美国事实上的 是不太适合发展这个电动车 因为你去看那个中西部 那么辽阔的土地 那个你连加油站都不那么密集 在美国中西部 它常常有一个 路上有一个路标说 下一个加油站在30英里以外 意思你就自己算好 你的油还够不够 就是没有油 而且美国那个加油站很有趣 它那个越少加油站的地方 它那个油卖的还特别贵 就美国太地广人稀了 那你现在你要把这个电动装 能够在美国普及的话 那不要等到猴年马月 那所以买电动车的人 说实话你除了做了城市的 这种交通上使用的话 你想要开一个长途 你想要开远一点的话 那都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它的基础设施不够 所以美国才会产生这个现象 那中国大陆正好相反 中国大陆十四五计划 那个在全中国大陆 广设这个充电桩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 蛮聪明的 它在加油站设 所以你就是说你充电桩 你有加油站的地方 你就有充电桩 那个就比较快 另外一方面它这个电池的技术 中国大陆也在往上走 将来一次充电可以跑1000公里 跟现在大概市面上 平均500公里来讲的话 那就方便了很多 而充电的时间的话 你充电到80% 它只要15分钟 或者5分钟的话 那我想用电动的车的人 就不会感觉 他好像回来用燃油车 中国的电动车 带给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个 其实波兰总统 其实也蛮有眼光的 到这边你看到就赶快跑到车厂去看 因为他看到欧盟出手了 把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欧洲的 这个电动车的布局打乱了 他认为有机会 他能够争取一些中国的 大的电动车厂到波兰去设厂 那波兰也可以怎么叫 也可以沾光嘛 所以其实波兰事实上的话 在俄乌战争以后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立场 并不是完全以以为然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你没有站在乌克兰这边 你就不对 他是极反恶的 他是极反恶的 那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 乌克兰的总统亲自到北京访问 其实可以象征说 大陆跟这个波兰之间的 双边关系过去那个微妙的阶段 又重新已经结束了 那既然他去了吉利车厂看 都已经去了 这个事情应该就成了吧 也未必 因为吉利的 你知道这个Volvo的 这个是吉利的 吉利是中国大陆 可能是前五大的车厂 他比这个比亚迪什么 都不会小的 非常大 那他也已经在这个欧洲 像这个Volvo是 事实上是他的品牌 是吉利的这个企业集团下的一个 那Volvo也在大力发展电动车 那所以我觉得这要看吉利 自己本身的在欧洲的布局 不过波兰如果能够提供好的条件的话 那当然吉利会考虑 不过你要知道中国大陆 为什么选择匈牙利 因为匈牙利跟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 是最密切的 所以呢 他的政策不会变 那你如果说 今天匈牙利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过两天又改的话 那就对中国大陆车厂来讲的话 他就比较有政治考量 可是匈牙利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立场 是一直非常稳定的 非常亲大陆的 所以这些车厂去 他也感觉比较怎么样 有安全感 因为一个投资下去的话 都是十年 二十年或十五年 这种长城的眼光的投资 你如果政治关系不稳定的话 今天欢迎你 明天不欢迎你 那就那这个投资就是很危险的 对主要是俄乌战争还有些变数 那在俄乌战的部分 我们看到波兰跟中国大陆的意见 是非常分歧的 好回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中东的情势 这个张军来看一下 这个以巴这个也打到了现在 打了八个多月 那以色列看起来大获全胜 但是现在打到 它粮食可能出现危机 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是个科技大国 其实它用了很多什么温室 这个水果蔬菜 相当不错 但是过去都是一些廉价劳力 比方说巴勒斯坦人 泰国人 印度人等等 那一打仗之后呢 第一个巴勒斯坦人 就不会再帮他做事 很多泰国人 印度人也都跑了 所以他的光是水果蔬菜产量 下降了80% 然后以色列内部电视台 也做了一个调查 非常不给面子 过半民众 不相信以色列能够获得 全面的胜利 然后纳坦雅胡 最近讲了一段话 本来只看到上半 上半说他要结束 这个激烈的这个阶段 大家以为说要停战了吗 不是哦 他说接下来是要多点作战 有没有 这个多点 也就是说他接下来 要把这个重点转到 黎巴嫩真主党那边 另外一个 我让这个张军同步来谈的 就是美军 美军不是要做 冰海战斗团吗 那冰哪来呢 他就是从这个 日本冲绳的驻军 本来大概是三万人 在这里会转移一万人 转出去 转移到关岛跟夏威夷 那另外一头 X平台发布了一个卫星影像 中国大陆在新疆 一个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 打造了一座 几乎是仿真的 美国空军基地 里面赫然看到 待会画面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F-35啊 还有F-22啊等等 过去朱日和也打造了一个 我们台湾的类似 这个博爱特区嘛 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操作 这些尾巴的冲突 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都在动员 以色列人口不多 总共只有九百万 你动员那么多的时候 然后因为战争 其他的这些 他的外籍劳工都离开了 那你是不是 这个年轻人在动员 外籍人又离开了 农业的生产都需要人力的 它是属于劳力秘籍之一 你这个劳力秘籍 你这个劳力秘籍的话 你人不够怎么办 整个的农产品的这个 我们讲的出产量就减少 第二个 因为战争的关系 大家对以色列 你注意看 有些国家是有抵制的 贸易上就要受限了 你市场也受限 人力又捉襟见肘不够 所以以色列它是这样的 整个的水果蔬菜产量下降 不光是水果蔬菜 也包括它的这些电子产品 都受到了影响 对 它是个科技大国 表面上看起来 军事横扫千军 内部的压力为几度少 对 因为它是内部的问题 最近又在大示威 而且这些战火 也没有办法 一时两刻就告一段落 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以色列 它不会在多条战线上来作战 它会把南边的加萨先解决 解决之后告一段落了 它在对北部的 黎巴嫩的真主党开战 是这样 因为它变成南北 南北的话 你造成两边分兵在那边坐 以色列它应该 它这个战略的思想 跟它的用兵的模式 它不会低到这个程度 两面同时开战 所以你看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打了多少的火箭弹 到以色列地方 它启动了 以色列启动了 铁穹系统去拦截 怎么不做报复 你赶快报复性轰炸 没有 它报复性轰炸 去打那个加萨 是这个样 它没有对 它对黎巴嫩的真主党 它是克制性的报复 所以它现在有 下一阶段的军事目标 对 下个阶段 整个的告一段都才转移过去 现在没有 没有做实施 因为它不要两面作战 所以反正就是停不下来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 比它整个战力是完整的 它没有像那个 我们所说的那个 哈马斯的祖师 他们说第一波都能 几乎都用到80%的 火力都没有了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 它有地下化 它地下化 它有补及线 它补及线来自于叙利亚 那叙利亚补及线是来自于伊朗 所以它要补及线 因为它跟 它的东部是跟 叙利亚是接壤的 那第二个 它地下化 地下化的话 长于九地之下 以色列要对它做轰炸 可能所能够达到的效果 是有限的 没有像在 这个 我们讲到的 哈马斯这个地方 它的地道 它的地道 它的容量是有限的 因为食物跟饮水 打了八个月 还没有办法获胜 这也是这个让过去 我们看到几次中共战争 大家很意外的地方 对 那你怎么看在中美之间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 美军调整到冲绳的驻军 就是考虑到中共 因为中共 中国大陆 我在这一方面 能够威胁的 我们看到冲绳距离 大陆沿海就700公里 战略众生不够 然后中共的 这些近程的导弹 近程的地对地的导弹 就有1200 还有巡异飞弹 另外一个 尤其它的战空机 不管殲-10C 殲-11B 还包括殲-16 包括殲-20 都可以挂空射的导弹 去做攻击 所以变成可以用的 这些火力太多了 我还没讲 舰对地的飞弹 舰对地的巡弹飞弹 也可以做攻击 换句话在这个 冲绳这个地方 越来越不安全 因为没有战略终身 但是不一样 移到关岛 移到关岛的时候 3000公里 在3000多公里的话 中共只有 中程以上的导弹 现在这看起来就低岛链 对它来讲就失能了 对 几乎是失能 因为随着武器装备的 这种精进 还有精准制导的 能力的提升 那美军还会做评估 在这一方面 住在低岛链 尤其冲城地区的 安全系数 已经没有像以前的 那么高了 新疆沙漠中的 这个防美军基地 它可以做一地训练 它为什么 新疆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还在这个地方 美国的电磁评补 没办法征服 因为在新疆内陆 美国的飞机没办法 美国唯一的就是 人造卫星 但是卫星就短暂就通过了 因为低轨的 很快就过去了 每90分钟 绕地球一圈 那它所能够过去的 这一刹那之间 大概只有5到10分钟 那就过去了 而且中共也可以知道 这些低轨的 美国的侦查卫星 是哪些序号 是军事侦查的 会通过 这时候做管制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它的电磁频谱 相关的这些参数 美国收集不到 那比如说P8A或者RC 135的这个战略侦查机 它在沿海没办法收到内陆 那这样的话 中共的电磁频谱 就保护得很好 那在这个地方做演练 在这个地方做演习 那刚好是一地训练 那将来的时候要攻击的 要来实施任务的时候 整个就在大陆东南沿海 整个就远程奔袭 调柱都过来了 所以它都不在沿海做训练 就是为了保密措施 那针对什么保密 针对电子参数 不要让美国获得过多的 这些大数据 或者是它的 我们讲的资料库 能够获得 它对这个方面 是有保密的作为 所以它在内陆 我们知道新疆 新疆的北边是俄罗斯 西边的话 都是上海合作组织 吉尔吉斯也好 乌兹别克 塔吉克 都是这些哈萨克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 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 期间限定 1加1 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 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 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 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 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